自4月22日以来,本市累计报告138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涉及8个区,其中朝阳区80例,房山区29例,顺义区8例,通州区6例,丰台区6例,昌平区5例,西城区2例,延庭区2例。 今日,通州区新增3例在校学生感染者,来自3所不同中学,房山区新增2例在校学生感染者,分别来自中学及托幼机构。 截至4月27日15时,累计报告感染者中,在校学生及托幼儿童占31%,涉及6所学校及2所托幼机构。 主要集中在朝阳区一所中学,该校累计报告学生感染者36例,校内人数多,聚集性高,且部分学生活动轨迹涉及校外违规培训,人员复杂,增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